張綾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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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第一這四個大字 桑綾合真 這四個字在漫畫裡面也是屬於超經典 那他這一個 大衣的部份 完全不能拆卸 不像優柱的那個外套 他可以拆卸 整個獸巫再版 多虧了幼幼百書動漫30週年 桑園合真 真男人 在我眼裡他就是漢子 這兩個字可以形容 整個覺得是一個不良少年的這種飛機頭 然後高校服的這種高腰褲 然後很像神風特工隊的這種 長的這種大衣 整身非常潔白 頭掉的部分 他這個臉 不會形容 因為桑園其實就是非常 非常獨特的一隻角色 整個臉就是那一種 很像流氓的那一種 這種文化流氓的臉 我只能這樣講 就只能在動漫裡面出現的這一種 破真駕駛的男子漢 然後眼鏡也是小小的 然後飛機頭 這塗裝 非常漂亮 這種漸層 然後裡面 肌肉線條很明顯 整身 走一個幾乎是 純白色的 然後飄移的部分 裡面這一條 都有加深 整個塗裝來說的話 也是走一個 滿有質感的一個路線 尤其這四個大字 做工 質感都相當不錯 衣服的皺褶感 肚子上面 不要纏這個繃帶 靴子的部分 走一個比較霧面 整身的造型 算一個 滿俐落的一個造型 那它 最著名的就是這個 零件 零件的塗裝 一個也是 屬於一個高質感 就有點這種 微微透明的感覺 地台 符合 桑圓合真 這個零件 零件的這個顏色 然後零件的這個劍氣 然後跟幽柱這種 綠色 跟幽柱的衣服一樣 然後搭配的這種靈丸 這種地台 這種整個具象化的 非常明顯 這一隻雖然沒有用地台 也可以滿穩定的 站立起來 但是我還是把它 組起來 做一個搭配 配上零件 然後 跟零件一樣 顏色的地台 整個這樣搭配下來 覺得還不錯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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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獸屋 悠悠白書的商園和珍 我個人整體評價六顆星 那就是說穿了悠悠白書的景品在市面上真的 算是非常的少 那做高價位的似乎也不多 如果以正盤授權來說的話 那這隻獸屋來說整體的造型 然後搭配這種相當機車的嘴臉 然後手握著零件 而且他地台是有一點高度的 整個這樣配起來我覺得 非常符合商園和珍這個角色的設定 就是一個不良少年暴走族的樣子 然後尤其後面四個字健康第一 真的算是反差非常非常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The End Peace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